林语堂曾说 明智地放弃胜过盲目的执着 年轻的时候 总是傻傻地执着于不该执着的 对经历过的是耿耿于怀 喜欢过的人念念不忘 以为这是一种认真 一种深情 行至中年才渐渐领悟 过分执着是痛苦的根源 也是不够知识的 人活着很重要的一点 在于适当放弃 给心灵做减法 减去不必要的人与事 放下无意义的偏执和杂念 才是人生下半场的高级活法 往事 别回头 作家十二在不畏将来 不念过去里写道 你留存的记忆越多 就意味着未来可以伤你的越多 你留存的记忆越细致 越是容易铸造出一个思维的牢笼 困于其中 越陷越深 心理学家巴塞尔 范德考克曾讲过一个来访者大卫的故事 二十三岁那年 大卫在一个游泳池当救生员 一天 一群青少年在泳池里喝酒打闹 考虑到泳池禁止顾客喝酒 大卫便上前制止 结果那群孩子不仅没有听从他的警告 反而开始攻击他 一个男孩在混乱中用碎酒瓶刺伤了大卫的左眼 他的左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之后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 大卫几乎每天都会想起那次不幸的经历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回忆当年事件的细节 包括画面和声音 以及他当时心中的想法 更糟糕的是 在那段不愉快往事的折磨下 他变得就像一只不受控制的怪物 常常将内心的愤怒发泄在身边人身上 动不动对孩子动粗 时不时对妻子发火 生活鸡飞狗跳 范德考克无比感慨地说 其实后来真正让大卫生活失衡的 不是被刺瞎的左眼 而是他始终不肯放下的那段经历 诚然如此 人这一生 谁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磨难 反复回想过去的是 只会让往事在自己脑海中徘徊不去 把现在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西方有句谚语 永远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过去已经过去 无论它是好是坏 在耿耿于怀都没多大意 去得救人 那些已经消失在你生命里的 哪怕你再念念不忘 也没办法重新来过 就算回得去 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电视剧《新居》里 二十多年来 顾清瑜对年少时的初恋诗人一直念念不忘 在他的记忆里 诗人风度翩翩 穿白衬衣 读英文原著 是一个浑身发光的钢琴王子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可以重新遇到诗人 并嫁给他 终于有一天 藏在心底二十多年的人突然出现了 顾清瑜别提有多高兴了 尽管现在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潦倒的落魄男人 跟自己记忆中的样子早已判若两人 但顾清瑜依旧满心欢喜 他不顾一切地主动追求诗人 最后如愿跟诗人结了婚 多多转转二十年 终于找到了自己朝思夜想的旧爱 并且有幸再去前缘 按理说 这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好事 可现实却背道而驰 久别重逢 重新走到一起的两人 并没有像顾清瑜想象中那样幸福地生活下去 反而三天两头争吵 矛盾不断 那些曾经的美好 也在日复一日的冲突中 被冲得荡然无存 最后两人仓促离婚 离婚后顾清瑜才明白 当初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诗人早就不在了 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 不过是心底的一份执念 一段回忆 百年孤独里说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以往的一切都无法复原 过去再美 也只是曾经 旧爱再好 终究回不去 当初住在心上的人 离开了 就别惦念了 真正值得你重视和珍惜的 永远是当下是 眼前人 往后余生 无论爱情还是友情 无缘分的救人 就别刻意想起 拽得不放了 不纠缠旧情 不留恋旧人 是对对方的成全 也是对自己的放过 俗话说 书要向后翻 人要向前走 人这一生 其实就是一个抛开过往 不断向前的过程 将过去一件清零 才能更好地重启眼前的生活 有这样一个人 生于一个大夫人家 前半生过得衣食无用 后来 他的家族在一场政治风波里 土崩瓦解 他到处逃难 过着贫苦艰辛的生活 一夜间从富豪权贵 变成了义务所有的穷光蛋 生活越来越难熬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他心情沮丧 精神颓废 始终沉溺于过往的不幸遭遇 对生活也没什么指望 后来有一天 他一个人出去散步 路过一片刚刚遭受了洪灾的麦田 看见一位农夫正在耕田 他好奇地问农夫 庄稼都死了 你还耕田干什么 农夫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 庄稼没有了 可是田地还在 那你不抱怨不伤心吗 他又问 农夫回答 一开始我也伤心 但伤心不能让庄稼起死回生 也不能让我未来的生活衣食无缺 听了农夫的话 他站在田边突然想明白了 沉溺过往 只能让自己对现状越来越不满 难以看到未来 放下过去 乐观面对 积极进取 才能让生命重新绽放 从那天起 他打起精神发愤读书 后来投身药剂研究行业 并致力于应用奶粉的开发 最后还成立了自己的食品公司 它就是亨利 内斯特莱 它的奶粉品牌叫雀巢 生活 总是准备了许多难题给我们 考验的不单是我们解开难题的能力 还有我们面对难题的态度 一味沉溺于过去 只会对过去所束缚 抛下昨天的伤痛 忘记过往的不幸 全力以赴地把握眼前 生命才能豁然开朗 抵达新境界 作家李小益说 人最怕的是面对过去 被朝未来 幸福的真谛在于全力以赴朝前走 生活的智慧在于心无旁骛向前看 人生下半场 别意味埋首于过去 将前程旧事置于脑后 大步向前吧 毕竟 人往前走 苦才会往后退 人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前行 你往后看的每一眼 都在慢慢拖垮当下 你往前走的每一步 都在慢慢接近幸福 有些事该放就放 有些人该忘就忘 别让过去的回忆 成为累赘占据心灵 也别让曾经的烦恼塞满生活拖累现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 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有些人抛弱 那些人抛弱